真实故事告诉你,这三种女人看起来很可怜,其实不值得同情 男女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 双方都需要在进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若是你进得太多,或是他进得太多,感情迟早会受影响 其实,我们身边不乏一些被感情伤害过的人 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但有时候,分手其实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比如,下面要说的这三种女人,看起来很可怜 其实是不值得同情的,如果他们还不值悔改,感情之路会依旧坎坷 以过度付出而失去自我,不要因为爱就盲目地投入自己的全部 身边一个女性朋友,感情之路异常坎坷 有过很多段感情,都没有走到最后 甚至最长的一段,也就相处了一年多 为什么呢?因为在感情中,她太容易付出了 每一段新的感情出现后,她的生活重心便转变了 恋爱几乎成为了她生活的全部 可能是天性使然,也可能是成长环境中的缺爱 她总是很容易地就向男友付出全部 出去吃饭,竟然是她为男友花钱 男友送她一个小礼物,她必然要送一个更贵重的礼物 总之,对男友好的不得了 然后不久就分手了 付出有错吗?没有,但是过度付出是有错的 前面我说过,男女关系就是你进我退的关系 当你卑微到尘埃你的时候,对方也会高傲到云端你 这时候你觉得对方会不会珍惜你呢? 不要总是抱有你们是真爱的想法 分手前的她也是这样想的 二,控制欲强烈 控制欲强烈的人会让另一半感到不舒服 相信大家应该能体会到 曾经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室友的女朋友就是一个控制欲强烈的人 强烈到什么程度呢? 由于她们在异地 她每天要给室友打七八个电话 发的消息那就更多了 经常能听到室友在电话里争吵 有一次一问她 她说因为接电话晚了一会儿 女朋友怀疑她出去鬼混了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这样相处 迟早有一天会疲惫不堪 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室友由开始的反感变成了直接和女友对抗 接到电话 只要对方开始盘问 她立马挂电话 后来矛盾激化 结果我想大家都能猜的 当然市面有很多婚姻中 女人控制欲强烈的逆子 其实有时候感情就像流沙 你越想抓住越容易失去 控制欲强烈的女人 很少有人能忍受 只要实际满足 我毫不怀疑她的另一半会离开她 三把物质看作是重要的 物质不重要吗 重要 但是如果把物质看作人生第一要义 那就错了 一些女人贪图于对方的物质条件 便把一切都抛在脑后 你觉得他们会幸福吗 不会的 圆满的婚姻需要对对方进行全方位的考量 有钱就一定能幸福长久吗 对方如果靠不住 一切都是白刀 所以上面这三种女人 情感之路多半不会很顺利 但是她们很难让人去同情 你们会同情她妈妈 说说你们的看法吧